我 我是您最親的人 您有什麼事 不要瞞著我 到底發生了什麼 您告訴我好不好 唉 我跟你說沒有就是沒有嗎 難道你相信白雲 不相信我啊 我不是要逼您 我是您女兒 我是想幫您 是不是汪慶堂 對您還有什麼想法 我跟汪慶堂的事 早就過去了 那他為什麼那麼好心 讓我們要回周家老宅呢 你在說什麼 你說我們的老宅是周 沒錯 是白雲親口告訴我的 之前 汪慶堂甚至為了幫我澄清 和侍洪之間的清白 他不惜背叛雪梅 害得雪梅被瑜伽給休了 難道這一切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您和他之間 還有五段思連嗎 你再胡說八道些什麼 難道你連你媽都不相信啊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啊 可是我實在是想不出來 他為什麼會這麼好心 要幫我們 汪慶堂他想要做什麼 那是他的事情 我們誰也管不著 至於白雲 是因為被汪慶堂 趕出了周家老宅 所以他懷恨在心 才故意挑撥是非的 如果你相信 白雲所說認為 媽和汪慶堂還有什麼 那你就中了他的計了 天佑 我們進屋喝口水 好的 爹爹 來 下來 媽 來 你們這是怎麼了 沒什麼 我去忙了 天佑 爹 天佑好棒啊 肉燉得這麼香 馬上就能吃了 我大老眼就聞到香味了 你們在燉什麼呢 肘子呀 你們吃得這麼好啊 方大神喜歡 那就等肉燉好了 我叫天佑給你送過去 我們才兩個人 吃不了那麼多 不用不用 這是若芸換來的辛苦錢 你們留著自己吃吧 我老太婆受不起 方大神 你這話什麼意思 我說錯了嗎 外面的人說 你賣媳婦來換三餐 我本來還不相信哪 現在看到你們父女倆 有說有笑 還能大口吃肉 我想若芸對犧牲 也算值了 你給我聽好了 這鍋肉是我 用我的牢力賺回來的 我沒有賣媳婦 我只是讓她 去追尋她應有的幸福 呦 你還真大方 就是因為 有你這樣的丈夫 難怪你的媳婦 會讓她的老情人包養了 你也不怕人家說閒話 你說完了沒有 說完了請你離開 呦 瞧你 生氣了 鍋不大 火燒都挺旺的嘛 我叫你離開啊 好了好了 聽到了 聽到了 沈婆 你聽到了就走吧 你這孩子 沈婆快走吧 讓你爹灌得沒大沒小的 沈婆快走吧 幸虧當初我們受養你 走吧 沈婆 爹 天心 你摔疼了沒有 來 起來 過來爹這邊 天心 天心 你怎麼了 爹 天心有點兒累 休息一下 一會兒就好 天心 你哪裡不舒服 你別嚇爹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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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天心 天心 你醒醒啊 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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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嚇到爹了 你知道嗎 天心 天心 爹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沒事 沒事 爹不怪你 天心 你最近是怎麼了 你總是喊累 還摔焦 爹讓你媽帶你去看大夫 好嗎 爹 我沒事 你千萬不要告訴媽 媽 媽要照顧弟弟 還有我們大家 很辛苦了 天心已經不能陪在媽身邊了 你千萬別讓媽再煩惱了 爹呀 能擁有一個這麼乖巧懂事的女兒 真的好高興 天心 你不能有事 爹不能沒有天心 你知道嗎 爹 天心永遠永遠都不會離開您的 來 謝謝爹 好 好不好吃 好吃我們就連這兩天都吃肘子 你說怎麼樣 好 這兩天 媽 天心 媽 來 怎麼就你一個人來了 媽 我們一起吃飯 媽 你看 你看啊 我和爹爹今天吃肘子 我幫你拿碗筷 好啊 鐵川 我們已經不是夫妻了 你能不能不要三天兩頭都往這兒跑 我只是 我只是來給你們送點吃的 順便幫你們打掃打掃 不用 就算你不來 我跟天心兩個也吃得飽 穿得暖 你天天往這兒跑 難道你不怕人家說閒話嗎 我行得端做得正 我幹嘛怕別人說閒話 你不怕我怕 我可不想讓街坊鄰居 以為我林鐵川 是靠賣媳婦來圖溫寶的 鐵川 你說這話太過分了 我說的是實話 你已經有儀式紅了 你就不要再回頭來找我們了 我好意回來看你們 你用得著這麼諷刺我嗎 我們不需要你的好意 如果你還念在我們過去夫妻的情分 我求求你 你就不要再來了 留給我一點尊嚴好嗎 我怕人家會誤會 我也不希望別人對著天心指指點點 說她的媽媽 是個會勾引男人的狐狸精 別人誤解我也就算了 連你也誤解我 難道你不了解我嗎 我當然不了解你了 真正了解你的人應該是於是活 我拜託你趕快去跟她結婚吧 不要再來打擾我和天心平靜的日子了 爹 你怎麼可以對媽這麼兇啊 大人說話 小孩子不要插嘴 每次說不過人家 就不讓我說話 你這個孩子越來越不聽話了 還學會頂嘴 鐵川 你幹嘛這麼兇孩子啊 天心 乖乖的 以後不能跟爹頂嘴了知道嗎 行了 少在我面前裝好人 你走吧 不要再來了 我不想再看到你 天心 媽走了啊 媽 不要走 天心乖 好好聽媽的話 照顧好你爹 照顧好你自己 如果要有什麼 想讓媽知道的事情 就告訴秉豐叔叔 讓他轉告媽 知不知道 媽 可是我天天都想要見到你 媽也會找時間 回來看你的 好 夠了 別再囉嗦了 再講下去 我就要打人了啊 爹 天心 你不要再欺負媽了 我沒有賣媳婦 我只是讓她去追尋 她該有的幸福 媽 你走吧 我會照顧好爹 照顧好自己的 媽 媽 再見 爹 你別難過了 我現在明白了 爹這麼做是故意的 是想讓媽不要再掛念我們 過上好日子 對嗎 天心真懂事 爹沒白等你 爹 可是我好捨不得和媽分開啊 爹還不是一樣 可是我們為了媽好 我們一定要忍耐 知道嗎 知道 爹 你也別難過了 你還有天心啊 天心永遠都會陪著您 你 永遠都不會離開您的 好 好 爹 乖乖女兒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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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爹 我还打算找时间 跟您说明 我们新的投资计划 你是该跟我说明 告诉我 这里面 为什么有好几笔账对不上 去向不明 妈 您让我整理一下 再跟您说明好吗 说明 这一笔一笔的账 都在你的脑子里 还需要整理吗 我看 你是存心要毁了 余记仇庄你才更新 说 那账本上大笔大笔的支出 到底是这么回事 我把钱都拿去投资了 什么样的事业 需要你投这么大笔钱 我投资了汪记百货行 投资汪记百货 你投的那些钱 可以买下整个汪记了 我们本来早就不应该 跟汪家有任何瓜葛 他们一家的是怎么对我们的 你现在居然把钱 往人家的怀里送 还有别的钱呢 还有我帮周家把他们那栋老宅子也给赎回来了 什么 是那个周若云让你做的 是我的意思 他并不值钱 你为了那个女人 投空了仇庄的公款 瑜伽 真是要败在那个祸税的身上了 妈 那是投资啊 瑜伽绸庄的事情我会负责的 是什么贵投资 我警告过你 不准你再花半文钱在周家人的身上 你是疯了吗 还是贵民心窍了 妈 若云他是我今生认定的新娘 我现在投资的 是我未来的幸福 你子 你是疯了 你疯了 你要把我活活气死你才甘心 妈 难道您还没看出来吗 这些年来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 也没能把我和若云给拆散 我求您了 只要您让我娶她 我什么都听您的 要成全你们 除非我死了 妈 我 你给我听清楚 只要我还活着一天 那个周若云 就别想踏进我们瑜伽一步 一辈子都休想 方法 滑好 amph�老 INF narrower 夙伴写一步 好 小玩意儿 好 因为 开边 开边 ループ 好 这边 肯定了 世界术 舅妈您来了 够准时的 我要的东西呢 你要的钱在这 可是你要答应我 以后不准骚扰若云 那还用说 只要舅妈常常这么资助我 我保证 我的嘴就像冯尚一样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 大元 你 你竟敢勒索我们 你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 王庆堂 你也算是聪明人 你想想 如果我手里没有王牌的话 我又怎么敢在虎口里拔牙呢 就你现在这个德行 能有什么能耐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你女儿的下落 我是说 那个大肚子的女儿 你 你 你知道雪梅的下落 快告诉我 我女儿在哪儿 她在哪儿 有这么问人话的吗 讲不讲哪儿礼数啊 凭你这副德行啊 就算我知道人在哪儿 也被吓忘了 不是吗 看什么看 只要你们顺了我的意义 说不定你白爷我 会想起点什么东西来 您就慢慢等着吧 老东西 我们还有一笔账没算呢 你 难道 白云挟持了雪梅 不可能的 如果雪梅真的在白云手里 她直接勒索你就行了 何必再要圈子找上若云呢 你别上白云的当 可是 知道若云绅士的 只有你我 还有雪梅禀峰 禀峰是绝不可能和白云 搅和在一起的呀 这个白云 她要的不就是钱吗 我们先跟她周旋 再慢慢讨她的话 他只是要钱的话 那还好办 我担心的是 她还有别的想法呀 扯到山前必有路 就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的两个女儿 已经够命苦的了 老天爷为什么就是不放过他们呢 这都是我年轻的时候遭的孽呀 别自责了 回家吧 我 我 我 好了 别再说了 你现在在我眼里 已经不再是那个自私 不负责任的男人 而是个充满愧疚的慈父 我们的恩恩怨怨 就让她过去吧 我已经不再恨你了 雪梅啊 雪梅 这孩子怎么这么闹啊 我来抱 你去歇会儿啊 谢谢大婶啊 哦 乖 不哭了 不哭了啊 雪梅啊 上次你和于少爷谈得还好吧 他什么时候接你回去啊 您别误会啊 我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我只是 雪梅姐 我爹是怕你们又吵架了 要不他怎么就匆匆走了呢 没有 我们没吵架 真的没有 你别怕 他要是再敢欺负你的话 你就告诉我 我呀 替你教训他 秋和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 他不是 不是什么呀 你怎么又来了 又耍你的小姐脾气了 你看 我是来求你原谅的呀 我知道你不会那么轻易 就原谅我 自然要多跑起趟了 于少爷 来了就好 其实雪梅还是很记挂你的 是吗 那就太好了 起码我买这么多东西 没有白费啊 对了 大婶 这是我在药铺抓的一些补药 麻烦您帮雪梅补下身子 好的 大婶 我这儿还有些钱 你一定要收下 这个就不用了 要的要的 我们家雪梅在这儿 打扰你们这么长时间 我表达下心意 真的不用啊 拿着拿着拿着 大婶 这些钱您就拿着吧 就当是我孝敬您二老的 这多不好意思啊 她说得没错 我岳父特别有钱 只要我一开口 钱自然就来了 于少爷 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 怎么像雪梅的爹要钱啊 我在开玩笑呢 我们于家当然有钱了 只是 只是他们婆媳之间不合 我嫁在中间也挺为难的 大叔 大婶 我还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雪梅现在坐月子 下山路途颠簸 风又大 我怕对她身体不好 而且我妈那边我也得跟她求情 求我妈原谅雪梅 所以我想呢 让雪梅继续在这儿住着 不过您放心 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呢 我马上就带她回去 只是这段日子 打扰你们生活了 这没什么问题 雪梅啊 就安心地在这儿住下吧 是啊 于少爷 这天快黑了 今天啊 你吃完晚饭就留在这儿 顺便陪陪雪梅 大婶 大婶 大婶你说得一点也没错 我身为她的丈夫 是应该这么做的 雪梅啊 雪梅 雪梅 大婶 小姐脾气 我陪陪她陪陪她啊 快去快去 雪梅啊 雪梅 妈 看刚才雪梅姐那样子 好像挺讨厌于少爷的 你还让她留下来 这孩子 你懂什么 这夫妻吵架 那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 过了今晚 明天他们就好了 有这种事 对呀 你妈说的 没错 好 玩鸡 这村子 没错 这村子 呀 雨晴 雨晴 想什么呢 没有啊 你把衣服都叠反了 你这脸色不大对 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你说话呀 雨晴 白缘 白缘他 白缘 他 他又到家里来胡闹了 他拿若云的身世要挟我 怎么可能呢 他怎么会知道若云的身世呢 我不清楚 他要挟你什么 他想要什么 他要欠一百大洋 一百大洋 他疯了 他这是狮子大开口 你答应他了 我当然不想答应他可是 可是我怕事情越闹越大 这狗东西 把我害成这样还不算 现在要找若云下手 你当时就应该报官 把他抓起来 我当时已经被吓得失了分寸了 只好应着头皮 去找汪庆堂 你去找了汪庆堂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而且家里哪有钱呢 所以 这么大的事你应该回来跟我商量 怎么又去找汪庆堂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已经被吓昏头了 你好糊涂 等等 若云的身世 只有你我汪庆堂三个人知道 白原是怎么知道的 这里面 会不会又是汪庆堂 搞什么诡计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这次汪庆堂 是真心想要帮助我们 我真没用 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 我不配做她的爹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 养育之恩大于天 你看着我 你永远是他唯一的亲爹 以邪 我最怕的就是 洛云一旦知道了她自己的身世 她根本就承受不了啊 所以我才害怕 我不敢往下想 我真的不敢往下想 那就不想了 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天天有命吧 孩子睡了 来 陪我喝一杯 你去找我爹了 是啊 是又怎么了 你告诉我爹我在这儿了 别那么紧张 他那么对待你 我怎么可能告诉他 你在这儿呢 我只是找他 拿着零钱花 没别的 我爹他 他还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 人家能吃能喝 身边还有个老情人陪着 少你这么一个碍眼的 人家两个人 不知道多快了 你干什么 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们的处境一样 心情也一样 为什么我们不能 互相安慰一下呢 你已经喝多了 错了 我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 这么清醒过 雪妹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你看清楚了 伤害你的是云世红 不是我白云 如果不是替你 报复周若云的话 我会落到这个地步吗 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 我坏了的是什么 坏了的是什么 坏了的是什么 是所有人对我的唾骂 而你呢 被朱叶芳侮辱 被于是洪抛弃 就连你的亲生父亲也背叛了你 难道你没想到够复仇吗 没想到够复仇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 不哭 不哭 别怕别怕 不哭 不哭 哭不哭 你们就知道哭 看来都让人倒胃口 我就不明白 你当初那个脾气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自从我离开世红那天起 我的心就已经死了 我之所以活到今天 全都是为了这个孩子 我这一生早已经毁了 从今以后 我就只能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我懂 我懂你的心情 因为我也跟你一样 都为了爱 不顾一切 我从小就喜欢若云 即使我跟她的父亲 也不公戴天之仇 但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她 为了她 我在周家 做了十几年的奴才 为了她 我拼了老命的努力 我常告诉自己 一定要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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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但是也是为了若云 我 我变得一无所有 我变得一无所有 我就不明白了 我对若云付出的还不够多吗 于世红到底有什么好 我哪点比于世红差 若云 你 为什么她从来都不正压看我一下 可不就不在乎 我为她付出的一切 我们都一样 为了喜欢的人 付出了一切 到头来却发现 她对谁都好 就是对我无情 你说得没错吗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呀 你哭了 我哭什么呀 我又不是个娘们 其实你也不是冷血无情 只会成兄的恶鬼 你是个重感情的男人 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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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你之外 没人会相信我白渊是好人 没人相信 没人相信 好人 谁相信我是好人 谁相信我是好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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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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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学妹 妹 我好想你啊 你到底在哪里啊 我们的孩子平安生下来了吗 你一个人是怎么照顾孩子的 为什么你有困难的时候 总是不来找我 为什么呀 宾峰啊 老爷 我 你不用解释 我能够理解 自从雪妹离开这个家 我就没有勇气载到这个房间里来 我懂 老爷是怕毒物私人 是啊 对了 冰方 我怀疑白远知道雪妹的下落啊 老爷 此话怎讲 白远去找过玉琴 威胁她说要说出若云的身世 从中进行勒索 若云的身世不是个秘密吗 白远怎么会知道的 是啊 这是除了雪妹 别人不会这么做的 难道 她还跟白远狼狈为奸 继续迫害若云吗 不会的 老爷 我总是相信 只要孩子出事了 孩子的纯真一定会改变雪妹 您别这么想 可雪妹这孩子耳朵更软 我怕她被白远利用啊 老爷 现在事情已经更好办了 只要盯上白远 就能找到雪妹了 对对对对 好 蝙蜂啊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少爷早 走 妈 早 妈 走 恕红啊 今天有客人回来 你就别去绸庄了 先回来 少爷早 走 妈 早 妈 什么客人这么重要 是西街许家的千金 妈 您怎么又要我去相亲 许家的家事背景和我们相当 许小姐又是女子大学毕业的 她正好和你相配 妈 你明知道我不会接受的 我的心里只有若芸 除了若芸 我什么人都不娶 我也告诉过你了 天底下任何女人 你都可以娶 就是除了周若芸 妈 您能不能尊重我的选择 是我要成亲 尊重你 那你又置我这个母亲于何地呀 我知道 您对若芸有成见 我说什么也没用 我先走了 你回来 你回来 周若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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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伯母 谁是你伯母 你这个女人 到底给侍弘下了什么药 让她心甘情愿地为你们撒钱 甚至为了你不肯再去 断了我瑜伽的香火 于夫人 您说的这些话 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不明白 装什么傻 平日侍弘救济你们 我也就睁着眼闭着眼 全当他是做善事 可是没想到 你的胃口是越来越大 不仅摆住我们瑜伽 甚至是 让侍弘花大笔的银子 帮你们赎毁周家老宅 接下来呢 你还想要什么 是瑜伽愁庄 还是瑜伽大院 于夫人 侍弘帮我们 完全是出于她的一片好心 我欠侍弘的 今后我会想办法还给她 告诉我 你用什么来还 难不成是用你自己 来交换吗 难怪侍弘 口口声声说要娶你呢 原来 这就是你的计谋 你也不看看 你是什么身份 生过两个孩子 又被人扫地出门 救你 想嫁给我们侍弘 做梦吧 于夫人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女儿 上梁不正 下梁歪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 不知廉耻的妈 才会交出这样 不要脸的女儿 我这是在帮你管教她 免得她跟你一样 四处勾引男人 到处招摇撞骗 妈 妈 妈 请你说话放尊重点 我们若云骗谁了 她要供应谁了 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 污蔑她的清白 我污蔑她的清白 你看看 你自己看看 这里的一砖一木 国管瓢勺 哪样不是我们瑜伽买的 你 还要你 你们身上吃的穿的用的 哪样不是换我们瑜伽的钱 还敢在这里 跟我理直气壮 好啊 那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在这儿 到底是谁说了算 瑜伽欠了你们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样 跟我过不去 太败了 你们不心存感激就算了 还素食我儿子挪用公款 允 你不要管我